世尊 我聊如是唯信是故 世信 流出无量如来 世尊是指的释迦牟尼佛 因为这个时候 他是跟释迦牟尼佛 说明他正唯是圆通的这个话 他说 我 因为由此 修唯信是定成就的缘故 聊聊 明白 一切万法 唯信所变 唯信所现 这已经完全明白这个道理 亲证这个境界 是如此 使这个唯信是定的修法 能够知道万法 唯信 唯信所变 唯信所现的缘故 从我的私信之中 流出无量如来 这个私信流出无量如来啊 不要看成是从心中 出来很多很多佛 而是说 他这个时候啊 已经 转八十 成四字 啊 转第八 我来也是 成为大圆禁制 转第七 莫哪 是 成为平等性 自 转第六 一 是 成为 妙观察 是 转前五 是 成为 成手 做 字 啊 把八十转成四字 那么 只有 字 是 已经引起来了 啊 所以 从 字中流出的 都是 佛法 除掉 佛法 没有别的东西 啊 所以 一切法 皆是佛法 都是如来 都是佛法 所以 从这个 八十转成四字 由此 至终流露 出来的 只有佛法 没有别的东西 所以 呃 佛 成就佛果呀 看到一切众生 都是佛 看到一切万经 都是佛的境界 所以 华言经里面说 如来成正觉时 普见一切众生 成正觉 啊 以佛的眼光来看 佛成佛了 看一切众生 都是佛 所以 呃 唯心 是惯 修成就了 从 是信 就是智信 流出来的 统统都是佛法 除掉佛法 没有别的东西 啊 那么 到了今天 弥勒菩萨 能够 得到佛的数据 将来成佛 说今的数据 赐 补 佛 出 今 是弥勒佛 弥勒菩萨在世的时候啊 释迦牟尼佛 为他受据 将来成佛 啊 现在 已经蒙 那么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已经 蒙佛 受据 以后的事情 啊 所以以后 要 后补佛的 啊 地位 将来成佛 啊 先说受据 呃 关于弥勒菩萨 蒙佛 受据的文字啊 在经文里面 有好多地方 说到 说的最详细的 在 玄疑经 有一部经 叫做 玄疑 因缘经 有的 只写 玄疑经 没有因缘 两个字 玄疑经 有十三卷 第十二卷 里面 有一瓶 叫做 波婆 利瓶 波婆 礼瓶 啊 波婆 礼瓶 这一瓶啊 专说 弥勒菩萨的事 啊 一直到 佛为弥勒菩萨 受据将来 成佛的故事 啊 受 就是佛 守受给他 啊 将来成佛的 纪别 啊 那么 就是在这 玄疑中啊 他将来 就要成佛 啊 按照 经论所说 在 时间上 过去 叫做 庄严阶 过去 庄严阶 有一天 佛出现 时间 啊 那么 到了 坏阶 空阶 然后成 成为 现在我们 住的这个 世界 住阶 现在 这个 住阶 啊 这个大阶啊 叫做现在 贤 阶 圣贤的 贤 就是贤 阶 现在 贤 阶 这个 住阶 二十小阶 住阶 二十小阶 当中 现在是 第九 小阶 啊 按照经里面 说 这个 现在这个 贤 阶 这二十小阶啊 从第一小阶 到第八小阶 这八个小阶 啊 都没有佛 出现 时间 没有佛 现在是 第九小阶 第九小阶的 往下捡呢 一百年捡一岁 从八万十千 往下捡 捡到 人寿六万岁 人寿六万岁的时候 衔接的第一尊佛 出现时间 就是 聚留孙佛 聚留孙 啊 现在衔接第一尊佛 聚留孙佛 就在人寿六万岁的时候 捡到六万岁的时候 聚留孙佛 出现时间 然后再往下捡 捡到人寿四万岁 人寿四万岁的时候 第二尊佛 出现时间 就是聚留孙 母尼佛 聚留孙佛 这是现在 衔接的第二尊佛 聚留孙佛 出现时间 再往下捡 捡到人寿两万岁 人寿两万岁的时候 迦舍佛 出现时间 就第三尊佛 释迦牟尼佛 前面了 释迦牟尼佛 前面的那一尊佛 就是迦舍佛 是人寿捡到两万岁 迦舍佛 出现时间 那么然后一直往下捡 捡到释迦牟尼佛 是人寿一百岁 人寿捡到一百岁的时候 这是约时间算法 不是固定人的 寿命 捡到人寿一百岁的时候 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 降三十千 这是前节的第四尊佛 他每一尊佛都为后边一尊佛 这个修计一身补处 所以这个前节的第四尊佛 人寿一百岁出现的 释迦牟尼佛 他的弟子当中 弥勒菩萨 将来要成佛 所以在玄疑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 为弥勒菩萨受计 将来成佛 中欧罕经里面也有 那么弥勒菩萨成佛 在什么时候呢 现在人寿一百岁 佛在世的时候往下减 那么现在近三千年 甲令说人寿七十 再往下减 一百年减一岁 一百年减一岁 减到人寿十岁 减到人寿三十岁 有小三哉出现 三十二十十岁 都有三哉的之一出现 那么人寿减到十岁 就到底了 然后往上身 那么再往上身 就是第十小节 第十 那么第九小节满了 到了人寿十岁满的时候 那么就是第九小节 减完了 然后再往上身的真间 那就是第十小节 第十小节 一样在一百年 真一岁 一百年真一岁 从十岁 真到十一岁 十二岁 一直往上身 真到八万四千岁 一百年真一岁 真到人寿八万四千岁 然后再往下捡 捡到人寿八万岁 第十小节 第十小节往下捡的时候 到人寿八万岁 米勒菩萨降生 成佛 那是第十小节 第十小节只有米勒国成佛 米勒菩萨成佛 没有其他的 所以我们在第九小节最幸运了 年度有四尊国出现之间 到了第十小节只有米勒国 米勒菩萨降生成佛 在龙华寿下 三会说法 度的众生啊 按照这个米勒夏三经 大成佛经等讲 都是释迦牟尼佛法中的地址啊 还没有写错的 到这个米勒菩成佛了 他要度这些地址 第一会说法 度九十六亿人 这九十六亿的众生啊 差不多都是在释迦牟尼佛法中 持五戒的 那么持五戒 修史上的这类众生 第一会 在米勒菩萨成佛了 第一会 他度九十六亿 第二会说法 度九十四亿人 这九十四亿啊 就是在释迦牟尼佛法中 乃至末法 受三归 单受三归 归三宝的 也在第二会中 度 有九十四亿 这是第二会说法 第三会说法度九十二亿人 啊 那么第三会说法度的啊 都是释迦牟尼佛法中 举手低头 乃至念一声佛 这些以佛结了法缘的 到了那个时候 第三会的度 啊 所以可以说呀 弥勒 弥勒 弥勒菩萨成佛 度的 尽是 释迦牟尼佛法中 种下善根的 种生 啊 有人听到这里 哈 他就不想到基督世界去 为什么 反正弥勒菩萨 要度我们嘛 我好比那么麻烦 跑到十万亿图外的 基督世界去 我就坐在这里等好了 臭的 为什么 因为 现在等到弥勒菩萨成佛 还要等到第十小节 在简介人数八万岁 时间还很久很久 多少万一年 没有办法计算 而在这个中间啊 您要轮转多少次 如果做人还好 万一造了 阿业堕落三个道 怎么办 万一造了最严重的 罪业 无尼十阿 堕落在无间地狱里面啊 弥勒菩萨成佛啊 你还在地狱里面 见也见不到 听也听不到 别说是在度了 所以 这是说 在释迦牟尼佛的法中 如法修学佛法 有所成就 虽然没有写脱 可是将来 弥勒菩萨 他不定要度他 那是说 那个时候 他没有其他的 物业的助言呢 让他坐落 他有机会 在弥勒菩萨出现的时候 也出现世间 碰到 这个弥勒菩萨成佛 见佛 文法 得到写脱 这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万一 在以后这几十万年当中 几百万年当中 轮转生死当中 再造了欧越墮落 那就很麻烦 啊 所以 如果你想要亲近 弥勒佛 啊 必定不能再造欧越 啊 如果少有欧越墮落 那是会妨碍到将来 见佛的因缘 或者呢 就往生到 都说天去也好了 将来 弥勒菩萨降生 也要跟住下来 那不就 更好吗 可是也不容易的 啊 那么 当然了 能够修弥勒佛 菩萨的修法 生都说天 固然是一件好事 可是要看个人的因缘 啊 那么如果是修念佛法 们求往生基督世界 啊 亲近阿弥陀佛 只要你能够往生 到了那个时候 如果已经发开见佛了 哎 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 你可以 从基督世界回来收复世界 啊 来礼拜弥勒佛 同时闻法 啊 也 如果你有这个力量的话 还可以帮助 弥勒佛的教化 帮他度修生 啊 呃 所以 方愿要念佛 求生基督世界的人啊 不要听到这个话就 这就不错了